这一页我们做的是刚才的那个曲线型的动画 我换掉好不好 我再加一页 来我们再增加一个新的页面 然后呢 这一个页面呢 我们还是一样放个背景图片 刚才的 好就这一个 然后呢 再加一个物件进来 就是一样是人物的 走路的 好我们还是要让它走 所以我把进阶选单打开 好 选走路的样子 然后呢我要让它方向相反 所以这个相反一下 好关起来 物件OK吗 接下来第二个部分 我们想要让它的动画是 不是曲线型的 我要跟 我要让它走在沙滩上漫步 OK 照着这个路线走路 有难度哦 OK这个曲线可以做吗 曲线会让你飞过去 有没有 对或是让你这样直线过去 它没有办法照那个路径这样走路 好所以怎么办 来第二种 刚才我们讲移动路径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我们教的是曲线 那一个是record 一个叫mati什么东东的 就是第三种 第三种 好 那我们先看第三种 一样你点它后 这边有一个mall option 打开它 好 刚才的动画 第一个这是曲线型的动画 可惜了 曲线型的动画只有头尾两点 以及中间的抛物线的变化 对不对 好 再我们换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的话是这一颗 mati move OK 就是很多不同的那个移动 mati move 你点它 然后等一下做法就比较特别 这个一定要听哦 点它 好 我要怎么做 它是用start的方式 没有错 你按一下start 好 按了start之后 然后呢 再来 你往下看 下方有没有看到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就是 它的路径 它的移动路径 听懂老师意思吗 它的移动路径 所以呢 你要注意哦 我们要透过节点来调整 当我按了start之后 多了一个节点 好 我跳到这个节点 表示现在是在这个节点的位置 所以这个节点就是这个物件 它目前的所在位置 假设好 你就让它固定是这个位置 好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要让它可以动 所以呢 刚才start的时候 它从这个地方开始延续 你也可以把它往后走 看到没 它会黏住 有发现 所以代表着 你现在的 这一个路径 好 我先做给你们看 好 先这样移过来哦 好 然后呢 update 更新 好 你会发现 它路径不在这里了 它跑到这里了 因为它用更新的 什么意思 我现在点的是 这一个物件 所以 现在这一个点 就是这个物件 那刚才那一条线 是一开始的起始点 起始点 你把第一个节点 移动了 所以它用的是 update 更新 好 来 我希望它第一点的时候 在哪里 在一开始这里 好 更新它 这是第一个节点的位置 OK吧 好 增加节点 增加第二个节点之后 我们看到第二个白色出现了 好 第二个节点出在这儿 第二个节点人要在哪 第二个节点人要在这儿 那你就看一下 它那个走过来的感觉 如果有点弧度 你可能再加一个节点 比较漂亮 好 来 一样 第二个节点哦 update 这是第二个节点 好 再来增加第三个节点 点它 叉叉就删掉了 叉叉就删掉了 听懂 所以节点是控制路径的 来 我再增加一个 所以这是第三个节点 所以检查一下 第一个节点在这里 第二个节点在这儿 没问题吧 来 增加 第三个节点 好 第三个节点人要在哪边 我希望它移到这里来 等一下 跑掉了 五件 好 来 我们点第三个节点 所以你要点节点的时候 人就是在这个位置 第三个节点 OK 好 更新 好 再来增加第四个节点 那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点一下 这一个目前现在点的是第三个节点 你点的第四个节点 换才是第四个节点 这都要搞懂 好 那我们拨看看 它变成是这样 可以吧 好 那停 一个节点跑掉 我刚刚是没有按update 这个节点 对 我刚刚没有按update 这个节点要在这里 好 update 听懂 来增加 好 增加之后呢 来再移动它 到这个节点 到这边 好 然后这边是要换方向 我们先不要管 换方向这件事情 就是先到这边来后 一样update 然后再add 好 下一个节点的时候 他人要走这个凹槽 好 update 增加节点 下一个节点的时候 再过来一点 然后呢 update 增加节点 听不听懂 可以了 这是节点的 那这个节点可以 我先调它 来移动 update 好 增加节点 一直累推 所以我们可以检查 反推回去看每一个节点 检查它的那个节点的状况 拉到了 OK吗 好 一直累推 那再继续增加 好 所以这个是比较复杂 但我知道你们不会做到那么复杂 只是老师想要让你们知道说 节点的逻辑概念是这样 那那个节点如果点的位置不是很好 就是叉叉按掉 就是把它删掉 所以你可以去后续检查每一个节点的位置 那两个两个节点之间的移动路径的时间差 也可以去微调它 这可以扳的 但不好扳就是了 比较不好扳 你可以调整 这边就动作就会变得比较慢 这边的动作就会变得比较快 后背分 这比较快 这比较慢 一之类推 好 所以这是制作的方式 好 完成后你只要预览 它就会照着你要的那个方向来走 刚刚怎么 还把哭回去 听懂吗 所以这是MultiMove的概念 移动 移动 OK 听懂 好 来 那我再一次把它删掉一下 好 那路径移动的部分的话 如果同学听懂啊 好 再来 刚才老师的做法是 我是用一点一点的方法去修给你们看 它的MultiMove的做法是这样做的 好 那如果你另外一个方法是这样 我记得之前是这样点它 然后按start 它会加了一个节点进来了 好 我时间没有调 我把它拉开一下 等一下 我们把节点拿掉 重来一下 这节点我先删掉 因为我没有让它从头啊 好 时间现在最前面 好 老朋友MultiMove start 另外一个方法是这样 你按了start之后 你动 加 对啊 看得懂吗 拨 这也是一种 知道吗 你就是点了add然后下一个动作 add下一个动作 add下一个动作 会不会 那如果你一旦有修过了 就要跟我一样了 每个节点就要去检查了 一旦有动过 那每个节点检查只要有动过 就是update update update这样 让它去更新它就可以了 好 所以动作有两种 了解吗 这是移动路径 这个是移动路径 它会动的 好 它会动的 好 来 第二种试看看 那感受要抓一下下 它跟刚刚曲线不太一样 它难度高一点点